为您而读,今天读的文章内容是 《佛法是新的科学》 作者是尼泊尔·格玛列歇林佛学院刊部 刊部讲八 无论是上中下哪一类的士福 在所有深奥广泊的内道佛法的见地重点中 都会有适合其个人心力而容易屈辱的修持方法 因此,在佛法的根本教义中 并不着重于教导顿根生性的跟从 而是强调在符合实际情况的脉络下 将因理逻辑、正确的认知作为出发点 从应该检验且经得起检验的可信方式而屈辱 经得起试炼的才是佛法 即使在这个时代 无关乎是否为佛教徒 对佛法有没有信心 佛法在开创所有人类的此生与来世 自己与他人、暂时与久远 任何时间处境的幸福来说 都是迫切需要的 因此,导师佛陀说 经教与道理二者、道理为主 信心与观察二者、观察为主 世间共许与理正二者、理正为主 这点也在《圣德大力王序》中提到 如炼结魔经 当善观我语 信寿而希求 非明察不为 应该仿照一般鉴定真经时 用的烧炼、截切、打磨 三种方法那样 去入佛陀经典的意涵时 只能在经由三量清净刺茶 经过限量、世事比量和信许比量 三种正理分析观察 仔细探索分析后 才可以下定论 不应该没做任何检验分析 只因为是自己的导师说的就相信 基于上述 基于上述强调的重点 当代大部分的科学家与学者都认为 佛法是新的科学 科学不太懂内在 佛法不太说外在 一般来说 所谓的科学 可以指对外境事物状况的观察 与研究这两种方法 然而 现代的解释论述大多认为 科学的主轴建立 不应局限在研究对象与分析结论上 也必须特别建立在 如何分析的研究方法上 无论是社会科学 还是自然科学 相较于对要了解的对象的 真实情况所进行的精密分析 他们对于内在认知体验的观察 分析就没有那么仔细严谨 因此 关于心理觉知体验的层面 还需要其他学说理论来补足 而在佛经与圣域贤者们的论点中 深刻透彻底阐述了 对于内在心理觉知体验的高度理解 但相较之下 对于外境实际情况的研究是比较少的 就基于这个理由 从对于所知外境性质原理的论述方面 有必要以科学来充实佛教所不足的部分 平心而论 双方都必须坦率地承认 各自肯定都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为您而读 我们下周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